弟兄姐妹 圣经说凡顺着圣灵的人 就不伴中肉体的情欲了 我们如何胜过情欲呢 其实圣经的教导 不是叫我们胜过情欲的 乃是要听见圣灵的声音 就是胜着圣灵 我们若懂得顺着圣灵的时候 我们的脾气会越来越好 不好的思想会越来越少 贪心也自然会越来越少 这才是得胜了 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乃是叫我们越顺着圣灵 越得着能力 那如何顺着圣灵呢 顺着圣灵的意思 就是思想体系的恢复 之后我们的心才会有力量 我们才能够做出当行的事 什么思想体系呢 这是佛音的思想 佛音的思想是有蒙爱 蒙约的心 看见自己是蒙古的 所以真性的人 就算不是样样都好 就算现在面临一些问题 但是因为思想体系 是蒙爱 蒙约 蒙古的心 他所遭遇的一切 都是为了荣神一文建国的目的 荣神一文建国 不是知道 不是一个义务 不是只有传道人才可以做 也不需要等到你完全没有问题 乃是成为你的位格 就好像你看到你家人没有得救 或或无恩的地方 你心里自然会为他们难过 而为他们代表的 你如果不管他们 你心里也会不好受的 这就是你本生命 所以我们要恢复在基督里 是蒙爱 蒙约 蒙古的思想体系 另一句话就是 真信神的话的思想体系 所以我们因信神的话 按神的话思想 我们心里面的力量 就会大起来 心里有力量了 实际的能顺服主 自然而然流露出圣灵的果子 可是恢复无因的思想体系 不是靠知识或字句才能明白 唯有靠着心灵的信仰 才能叫你明白过来 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说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就是做心照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神不是要我们把关注先放在行为的改变 例如实际的行上 爱神爱人的行动 或者是心里的改变 不要再受试探 打击 增长 因为无论你完全不要管 不要做 不要想 还是没有用的 还是不能胜过自己的情欲 神让我们乃是靠着心灵的信仰的顺从 什么是靠着心灵的信仰呢 就是完全与基督死而复活了 就是在你面对那个问题的时候 不是不要管 也不是继续被捧绑 乃是你心里真的看见自己是完全不能 这反而显出只有神是完全公平的 这也就是完全的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 有时候人不能的时候就逃避 或做其他的事情来叫他不要想不要做 其实这个还是在靠自己了 所以完全的死而复活不是有时候而已 乃是在你的肉体里 在过程里 在你条件里 耶稣基督一直都与你同在 一直要确认到心灵更新和变化 原来这些问题 这些条件都需要叫你的灵 不得不要改变 不得不要蒙恩到底 你发现的时候 心灵里发出神而已 完全的愿意顺活 心就是受圣灵感动 心被恩感 然后问题再也不是问题了 如果还是有问题 但是心灵里明白 这过程是叫你走向蒙恩之路 心灵里反而喜乐的话 你已经是越来越脱离情欲的影响了 所以靠心灵的信仰不是一个义务 乃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 一个神儿女 凡事都能够看到 爱你的神 使用你的神 与你立约的神 这都是一个制证所里面 而发出国际祷告的经历来的 但因为我们现在就开始靠这心灵的信仰 让上帝来感动我们 改变我们的心灵 之后能够真明白和经历 容爱容约 蒙福的心灵 大家来世上属天的能力